将两个新鲜鱼标 分别覆盖在两个长颈漏斗的开口 然后用线绑实鱼标 要确保鱼标没有沉漏 倒转长颈漏斗 小心将浓蔗糖溶液 加入其中一个长颈漏斗里面 直至注满长颈漏斗泡 将这个装置标注为A 在另一个长颈漏斗里面 加入蒸馏水 直至注满长颈漏斗泡 将这个装置标注为B 将这个装置标注为B 用蒸漏水 用蒸漏水冲洗长颈漏斗的外壁 和鱼标 然后用夹钳和铁支架固定长颈漏斗 然后用夹钳和铁支架固定长颈漏斗 在每个长颈漏斗下面 放一个烧杯 将蒸漏水加入烧杯 直至蒸漏水 完全覆盖长颈漏斗泡 确保长颈漏斗 垂直摆放 和没有碰到烧杯的底部 用记号笔 在长颈漏斗上面 记下开始时的液面高度 然后让装置静置30分钟 检视和记录装置A里面 逆面高度的变化 然后再检视和记录装置B里面 逆面高度的变化 Forec 我会议到